今天教大家煮一個開胃湯 紅蘿蔔蕃茄薯仔免治牛肉滾湯 大人小孩都喜歡喝的 材料有紅蘿蔔蕃茄薯仔免治牛肉薑 首先洗乾淨紅蘿蔔蕃茄和薯仔 紅蘿蔔去皮切成粒 薯仔去皮然後切粒 番茄同樣都是切粒備用 熱鍋落薑片和免治牛肉炒香 牛肉變色時已經聞到香味 然後直接倒入1500毫升的水 將新瓶子渴健胃助消化的番茄粒 枝乾明目健脾助消化的紅蘿蔔粒 和益氣健脾的薯仔粒 放進去一起煮湯 用沒火煮滾後改用文火 煮大約30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加鹽調味便可以喝 這個酸酸甜甜的湯水可以健脾開胃 保健強身 喝不完還可以用來煮蕃茄湯底米粉 小朋友最愛呀 嫌自己煮湯有很多準備功夫要做 這樣就可以直接買 查查先最新出的5款飲湯Soup Pack 加熱3至5分鐘便可以喝 我們再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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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再見囉